继Fintech之后 今年金融界又出现一个新名词 Blockchain区块链 目前区块链已经掀起波澜 全球超过50家金融机构 真先加入R3区块链联盟 专家表示 区块链不只帮助金融防卫防盗 还将颠覆现有的银行体系 我去年在台大奖的时候 区块链这个名词 刚刚开始一年一月的时候 区块链突然变成一个popular的名词 Fintech金融科技还不够 今年台湾金融界再出现热门新名词 Blockchain区块链 区块链如果以最简单的白话来讲 它是什么 它是你要把它想叫 两个字英文字是TrustNet 信任的网络TrustNet 区块链技术源自于比特币 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线式资料库 就像是共享的大型网络账本 把所有发生的交易数据压缩成区块 提供给多方验证 在区块链中共享的总账 时时自动更新所有资讯 保持一致 这样一来不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账本内容更是公开透明 这时如果有人要篡改可不容易 如果有人证明了 如果有人证明了 拒绝了一个交易 这些组织的交易 不会到达到一个公司 所以这些组织的交易 会不会到达到交易 在链销里面 所以每个交易 是公开的 而且几千组织的交易 组织的交易 不断定 在约旋约的交易 最后一样 就是像是 每个交易 都在一样 目前区块链已经在全球金融圈掀起波兰 全球超过50家金融机构 包括巴克兰银行 澳洲联邦银行 瑞士瑞幸银行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等 真先加入去年9月才刚成立的R3区块链联盟 不过其实区块链技术不只能运用在金融领域 还可以运用在不同产业 被设为世界互联网科技之后 目前最具有潜力 触发第五轮颠覆性革命浪潮的核心技术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义豪 张启林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